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石井街那帮蠢货啊 拼命地研制出药剂 却又不卖给我 我没有办法 我只能杀了他们 全花城的人都是我救的 我今天拿几个死球做些实验 挣点小钱 难道不是我应得的吗 花城算个屁 当年差点被瘟疫变成一座死城 要不是我 花城的人能活到今天吗 啊 啊 安慰 动 现在立即申请逮捕令 前往南师承接场 全体各部门领枪逮捕王志文 是 我们对监狱的整个广播系统做了手巧 你刚刚说的话已经通过广播传向了整个华城 他们现在每一个人都在听你搞述罪行 是 罗路又怎么样 证据又怎么样 只要我不死 这怎么会有退路 可是你 我打算给你换一个体面的死法 好可惜啊 办这么大案子 却不能出去亲手逮捕罪犯 也不知道等鬼阁他们来 还能不能认出我的尸体 肯定被烧得很难干 不过没关系 我大人帮林浩总的事情 都已经做到了 没别的意思 就是盖个章 你以后别毁约了 我也喜欢你 是 教官 外面那些囚犯根本就没死 他们好像恢复意识了 教官 你在通风口处放的 根本就不是毒气吧 因为我答应过金刚他们 要让他们恢复正常 走 卸心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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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卸心